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因为一人借着世界 死就借着而来 主啊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 我们知道你的平安 不仅赐给我们生活的喜乐 勇气和信心 你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和力量 耶稣今天当清晨我们来到殿中来赞美你 来敬拜你的时候 主啊 就求你的平安从天而降 临到每位弟兄姊妹 临到我们在国内的亲人 临到天津 临到开发区 临到那每一个正在苦难中的人 主耶稣你说 你已经胜过世界 你应许我们说 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因为世人所赐的平安还会过去 你所赐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 从里面来的平安 是胜过环境的平安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简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每一天在你的平安中生活 在你的喜乐中伴随 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把我们的工作 把我们的家庭 把我们的事业 把我们的儿女都交给你 让你的平安每一天伴随你的儿女 让我们靠着你喜乐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我们也宣告 身体软弱的你要医治 心里软弱的你要刚强 让我们跟随你的都不羞愧 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 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 引导我们靠着你 胜过环境 胜过苦难 赞美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你们 哈利路亚 把荣耀贵给耶稣基督 阿们丁子们请坐 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二十七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 是苦难中的平安 那前几天 我在上飞机去澳大利亚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行程 我是11号上飞机 中国已经是12号 8月12号 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一种特别的不安 非常的不安 我从来坐飞机 没有那么不安过 我坐飞机一般的 我上去就睡觉了 没有关系 如果飞机掉了 我们就见竹面 离主还近一点 走得比较快 那么我就好像 我在脑海中 就老有个声音说 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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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睁开我鼠邻的眼睛 看飞机 哪个恐怖分子 要炸飞机 我就看哪个人都是怀疑对象 我告诉你 这人的眼光很特别 你知道吗 感谢主 到了澳洲 下了飞机 飞机没有爆炸 我非常感恩 可是我一下就看到了新闻 天津 这个开发区爆炸 这个爆炸 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报道的 在海外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爆炸非常的恐惧 相当于五十几个战斧式的导弹 整个的方圆 整个的五公里到十公里 所有的玻璃建筑都损坏了 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消防队员 他们进去的时候 没有第二次的爆炸 可能是因为他们喷了水 这个化学的物质 就第二次的爆炸 第二次的爆炸 好多的消防队员生命失去了 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孩子 那么在这个苦难中 我们看到 人每一天可能面着突如其来的灾祸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灾祸是人祸 这个不是天灾 这个人祸跟制度有关系 这个人祸跟贪污有关系 这个人祸跟裙带关系有关系 这个天年的爆炸 把中国整个的问题都爆炸出来了 所以那天在微信上 看到一个顺口溜 写得很有意思 说飞机飞着飞着就丢了 轮船开着开着就衬了 房子住着住着塌了 哥们喝着喝着就没了 朋友们走着走着就散了 出席过着过着就离了 官当着当着就抓了 股票买着买着就跌了 钱存着存着就贬了 这个东西你可以无限地写下去 我们看到这世界有多少的不平安 所以他说生命脆弱 人生无常 淡然面对 且行 怎么样 好像这个词现在特流行 且行且珍惜呀 珍惜您每一天 我们很多人呢 不会活今天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活在昨天 那些愁苦的人 那些苦毒的人 那些不饶恕的人 他基本是活在昨天 也有些人活在明天 那些有理想的 有盼望的 那些人他不活在明天 好不好呢 当然好 但是很重要一点 你是活在今天 你们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三万多天 你数一数你已经过了多少天了 我一数我还有一万多天 如果三万天了 两万多天都过去了 你想 你要活在昨天 你就充满了苦毒 没有快乐感 没有幸福感 你要活在明天 你就活在一个虚空之中 你要活在今天 今天是上帝给你的一天 你们 我们看到世界充满了不平安 不仅是中国 那天我们看到 不仅是天天的爆炸 那个东莞 那个挖地铁 挖挖的楼就挖堂了 那人就掉下去了 而且还有陕西 就泥石流滑坡了 好像那一天 是个苦难的一天 好多的苦难 接踵而来 其实当我们来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们的神早就知道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在约翰福音 耶稣讲到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平安其实是一个人 生活最高的境界 你们 你想你有钱 如果你每天生活在不平安中 这个钱对你没有意义 对不对 你有家庭 这个家庭每一天都不平安 天天争吵 这个家庭对你是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钱宗书写了一个小说叫 围城 看过没有 那些没结婚 那就着急结婚 想跳进城里去 进了城的人就想跳出去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 不管从大的到小的 充满了不平安 可是在圣经中 很尊贵的一个词 一个宝贵的词语 就叫平安 Peace 希伯来文叫Salon 弟兄姊妹对你朋友 弟兄姊妹叫Salon Salon就是平安 翻译成中文叫沙龙 沙龙什么意思呢 它含有稳妥 健康 完美 救恩和安好的意思 安好的意思 这个沙龙 是独指从神来的祝福和伴随 那么这沙龙 是指神的良善的同在 全备而完整 因此这个沙龙的意思 已经超过了人类的 所谓的那种安全 幸福 它是因为耶和华的伴随 神的给予 当我们看到那个学露的妇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她心里有个信心 她说只要我摸到耶稣 耶稣的衣裳的碎子 我的疾病就得到医治 当她摸到 耶稣医治了她 耶稣说平平安安地去吧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平安带着神的祝福 覆盖着这个女人的全身和全心 那么平安是从神而来 我们首先看第一点 平安是从神而来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基督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门徒四散以后 他的门徒最大的一个失败 就是他们失去了平安 你们记得吗 门徒们非常的恐惧 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 记载着门徒们他们在关在一个屋子里边 十九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 因为怕 怕什么呢 怕犹太人 那么门都关了 他们怕 因此其实我们也怕 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 都是在惧怕中伴随着走过的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失去 怕失去 当我们有了财富 我们怕失去财富 当我们有了情感 我们怕失去情感 当我们有了儿女 我们怕失去儿女 你看那多少的孩子 今天早上我睡不着觉 因为时差的关系嘛 其实现在是我们 澳洲的半夜 正式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我就看到一个 美国的一个小男孩 他做一个讲演很短 在微信中谁传给我 都会忘了 他就讲 其实你们父母 根本不了解我们想什么 你们让我们 说你们长大会怎么样 你们给我们设计哈佛 耶路 可是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跟你们玩去 他说你们这大人好愚存哦 小问题 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快乐 我这小孩很有意思啊 他想的问题 其实是个生命的根本啊 那我们想 你不上哈佛怎么能快乐呢 你不上耶路怎么能快乐呢 你没有钱怎么能快乐呢 你世界没有成功怎么快乐呢 他不这样讲 他说我就是要快乐 快乐好像不在这些的范畴之内 快乐是一种特别的人生命中的特质 这个快乐包含着平安 当那些门徒们惧怕的时候 他们怕什么呢 因为耶稣定在十架上 当他定在十架上 那些耶稣的所有的门徒都要被逼迫 你想是不是啊 你看今天哪一个君王 当他下台了 那他的一伙人就全完了 对不对 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吧 大家都惧怕 所以彼得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嘛 基教之前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他们这个惧怕犹太人来抓他们 把他们下到尖里的时候 耶稣来到他们中间 你们记住那段经文呢 他们那个房的门是关的 耶稣没有敲门 没有推门 耶稣进来了 耶稣怎么进来的 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个时候物质的墙已经不能挡住耶稣基督了 耶稣走进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愿你们平安 哇这句话何等宝贵啊 弟兄姊妹 你看在什么时候听 如果你在你最悲伤的时候 上帝对你说这句话 愿你平安 你听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的天主教的一个主教 他叫公平梅 这个人在中国坐了好多年的牢 后来他出国了 出国了这个教皇接见他 当教皇接见他的时候 好多的大主教都在旁边 教皇就特意把他找到下面 因为他是在苦难中走出来的一个主教 教皇就握着他的手 就说了一句话 不要怕 他就哭了 其实虽然我们信耶稣 我们生命中都有很多的 我们自己惧怕的事情 很多的惧怕来自于罪 如果我们犯了罪 这个罪啊 要及早地跟神人罪 否则你就没有平安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罪它就像 圣经说这个罪就恋慕你 它就在你的门口 扶在你的门口 它恋慕你 这个恋慕的意思啊 原本是吞掉你 恋慕 就每一天每一刻 你都甩不掉它 你以为已经忘了 它没有忘记你 当有一天 条件成熟 它会发作 所以当你要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要跟神认罪 把罪认掉 所以那些门徒们 当他们恐惧的时候 耶稣来到他们的眼前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着这话 就把手和乐旁边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怎么样 就喜乐了 原来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 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让他们领受圣灵 说父怎么拆迁我 我就怎么拆迁你们 那时候还有一个怀疑的人 叫多玛 大家还记得吗 多玛说 除非我见到他 否则 我是不会相信的 除非让我的手 伸进他的那个 那个枪洞里边 乐谷里边 我才承认他是主 这时候耶稣对多玛说了 说话了 耶稣告诉多玛说 那是二十六节 过了八天 门徒又在屋里 这八天以后 多玛也在那里 门都关了 又关了 耶稣来了 站在他们中间 跟上司一样 那么耶稣 这次主要向多玛显见 耶稣又说 愿你们平安 二十七节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盼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说 你应看见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 有福了 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 可能你没有看过耶稣 没有见到耶稣 亲自向你显现 但是我们就信了 耶稣说 有福了 有福了 所以这个平安 在我们信中 上帝的平安 临到了我们 临到了我们 没有一个人 他的生命中 永远是平安的 如果没有神 你想今天 做官的 有平安吗 在中国 各个阶层都没有平安 今天做官的 有平安吗 据说今天 中国的做官的是 全世界最高危职业 对不对 真的是高危职业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现在正在打 这个贪腐 那打吧 打不完的 永远打不完的 我讲过一句 著名的话 就在粪堆里 打苍蝇 打不完的 首先把粪堆清除 清干净了 这个苍蝇就没有 你想是不是 你家的院子里 都是粪 可能没苍蝇吗 我们昨天烤肉 到了这个 Chino 对不对 苍蝇很多 为什么呢 Arcadia 怎么没有苍蝇呢 Arcadia房子就贵 没苍蝇房子就贵 切的房子就便宜嘛 旁边都牛圈嘛 当然藏也多呀 你想环境嘛 对不对 今天 有钱人 你想有没有平安 今天我不知道美国 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或多或少 跟官方有关系 如果你 金钱和权力 没有结合 你很难赚大钱 刘永宁牧师 他曾经赚过大钱 那个大赌徒 你们看过 《温华》的春天 他跟我说 你在中国 你有多大的官衣 赚多大钱 这是一个规律 那么这些有钱人 有平安吗 如果他所依赖的 那个官场的人倒了 他就被抓 薄熙来倒了 就抓了一个叫什么 徐明 对不对 周永康倒了 就抓了一个叫什么 刘汉 相逼了 哪一个贪官后 没有伤人 哪伤人后 没有贪官 有平安吗 你想今天 你看周永康有平安吗 还有徐才厚 还有什么 叫什么 多了就不要说了 没有一个当官有平安 我告诉你 没有抓到的 就更不平安 抓到还算就平安了 抓到判死刑 拉倒了 那没抓到 在这天天下 你知道没多久 下出病了 对啊 那天我看一个微信说 有一个市委书记 正在讲这个反腐 正讲呢 门开了 中纪委来了 把他带走了 那这会没开完呢 市长接着讲 市长正讲一半 门又开了 又来一帮人 市长一看这了得 撒腿就往阳台跑 准备跳楼 刚要跳 门口来说 市长别跳 我们不是中纪委的 我们是组织部的 来任命你 做市委书记 哎呦不干了 不干了 再也不干 吓死了 这个职业真的没法干 所以看来还是干牧师好啊 你们 没有平安 不管你有金钱 权利 还是你今天 就是我们今天年轻吧 我们身体很好吧 难道你就没有疾病吗 难道就不会遇到问题吗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 这个疾病突然就来 突然就来 我这次到了这个 这个 澳洲 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 那么这个弟兄 接待美国来的传道人 大多都住在他家 不管是冯炳城牧师啊 刘童苏牧师啊 远之明牧师啊 都住在他家 当然我也是 一定 机会是安排到他家住 因为他就特别有接待传道人的次 我发现他真的是有恩赐 他真的是把传道人找得特别特别好 澳洲鲍鱼啊 什么龙虾啊 澳洲鲍鱼 那天我说澳洲鲍鱼四只 他不懂 他说一定要吃四只吗 我是赵鲍鱼三说的 澳洲鲍鱼四只 不差钱 澳洲鲍鱼四只 真的安排好 安排得好 你知道吗 我一下 他知道我身体不好 我一下飞机 立刻带我去看中医 著名的中医 因为前几天我检查 我的肾脏不太好 你知道那天 医生早上就打电话来 我就那天就没平安了 你赶紧来医院来看看你的指标 肾脏不对了 你立刻我告诉你 你就快乐就没有了 不要说健康很重要的 我住在他家 他就给我熬中药 我在他们吃了 这十几天吃中药 这个给我熬中药 我在西医是不做我吃中药 我当时反正我就偷偷吃 这个老中医是 特别著名的老中医 他一看了我 他说哦 你这个肾脏不是现得的 好像二十多年前就有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一看麦香 你看得出来 他说不过你现在能活着 你这个很特别 你吃药没有 我说我没有 二十多年没吃药 他说那你怎么能够维持的呢 我说我祷告 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是做牧师的 他说难怪你能活到今天 特别 上帝祝福 对不对 我住在这个弟兄家里边 有一天不忙的时候 他们两个给我讲了他们生命的见证 他们是 太太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穿大中文系的 这个先生来自于 他是一个香港人 他在缅甸出生的 华侨 所以他们生意做得很大 那时候最早就中国 最早一批从香港进中国大陆 做生意的一批人 做得特别大 赚了很多的钱 香港买了好多的房子 你知道吗 这个澳大利亚也有房子 我住在他们家 他的房子值七百万 这样一个有钱人 应该快乐嘛 对不对 夫妻相爱 这个战国 我就没有发现世界有那么好的男人 那么温柔 对妻子那个好 你就不要说了 而且特别爱主 哎呀 我觉得这姐妹很幸福 找这么好的老公 就那天一讲见证 我一听 哇 他们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你知道每个人信主 都好像有个故事 每个人信主 都好像有个故事 他们在他们公司准备上市的时候 他们做了所有的工作 前期的所有的准备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准备把公司上市 股票上市 就在这个时候 他一个朋友撤资了 跟他那个合伙的partner 把钱拿跑了 公司没有能力再上市 哇 他那个一下子 他就病倒 一个月以后病好了 去找医生看 医生诊断他得了 叫什么 分裂症 神经分裂症 不是忧郁症 他应该进分文院了 你知道吗 神经分裂症 他控制不住自己 他今天跟我说 其实那时候 即使我上不了 上不了这个股票 我的钱还是用不完的 我一辈子都用不完 虽然房子 呱呱呱呱 被收走了好几个 还是有房子住 可是人承受不了 这种失败和背叛 知道吗 立刻不行 他说他就每天就想死 想死 他说他这个老公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带一个东西 他打呼噜还是怎么样 他会带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 就呼呼地有声音响 然后呢 他一睡就从晚上 就睡到天亮 不会醒的 就基本就不行了 他那天晚上两点钟 他跳楼 你看很特别 他老公那天醒 从来都不行的 他老公一睁个眼睛 就发现太太穿着干干净净的 漂漂亮亮的 就像飘着就去阳台了 吓人啊 他老公就奇怪 他怎么就上阳台了呢 就把那东西扯下来 就一下就跑过去了 他太太的一条都已经伸下去了 他一下就把那抱子转了 他们信主了 去了教会 信了耶稣 上帝开始改变他 他吃了十几年的忧郁症的药 当然现在已经十几年不吃了 现在神学院毕业了 这个姐妹做了传道人 建立了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呢 还不到四十个人 成立不到一个月 就把我请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去澳洲了 因为澳洲 纽西兰请我 多少年我都去不了 因为教会建堂也忙 因为我这个师母的姐夫 心脏病手术 我也想去看一看她 正好有个教会请我 那我就赶紧去了 哇 这个姐妹 生命改变如此之大 女子妹 平安只有从神而来 如果我们没有神 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危险 面对危险 我们看到主耶稣 当他找到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愿你们平安 爱我们的主 多么希望神的儿女是平安的 多么希望我们平安 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平安 我们的亲人 何等地希望我们平安 每当打电话给家里的时候 父亲母亲都会问 你们好吗 孩子好吗 家庭好吗 教会好吗 问很多很多 都是希望我们有平安 有平安 正如一个祷告文说的 我恐惧的时候 主啊 你会给我勇气 我沮丧失望的时候 主啊 你会给我信心 主啊 求你让我经历你 求你明亮我的眼目 指点我的心 归入你的怀中 主啊 求你让我知道你 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记住 我们的平安 只有从神而来 因为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从此这十字架 就变成了个平安的记号 你们 你看今天 这十字架多重要 中国大陆现在 不断地拆十字架 他们就是要把平安拆掉 就是不要平安 你看从拆十字架开始 中国有多少的灾祸 十字架是平安 当一个人看到十字架 他就看到了上帝的祝福 当一个有病的人 他看到十字架 他就到了医院 他就有了平安 你们 我八九年的时候 那时候绝食 休克的时候 觉得死了 因为没有休克的经验 不知道休克 以为就是死了呢 突然救护车 进了广场 一看到救护车 哇就昏不去了 就喜乐了 因为不怕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救护车来了 救护车上面 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所以看到十字架 我们就是看到了平安 所以我觉得 拆十字架的人 他们要悔改 要悔改 因为十字架 怎么能拆得掉呢 信仰怎么能 从心里拆除呢 拆不住的 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 第二点我们来看 平安 我们来看第二点 平安是从相信而来 平安是从相信而来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寻求他的人 寻求他的人 所以一个人 如果对神 没有全人的相信 他的平安 就不会临到他 一个人对神 有全人的相信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的生命中有平安 我们生命中有平安 因为感谢主 当我们看到 一个信神的人 他的生命 不是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是改变 他的信心 不是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是改变 如果你没有信神 你的信心是有限的 因为你就根据环境 今天环境好 我们就喜乐 环境不好 我们就忧愁 对不对 那忧愁的多了 忧愁的多了 中国人说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什么呀 十之八九 大概在你的七十年 八十年的生命中 你大概大多数日子 是你不喜乐的 不平安的 忧愁的 担心的 那我们担心什么呢 我们担心的东西太多 大到世界和平 小到柴米油盐 我们都担心 可是耶稣说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在马塔福音第六章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穿什么 不要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耶稣说 生命胜于掩饰 耶稣说 生命胜于掩饰 他是这么说的 生命不胜于掩饰吗 身体不胜于医生吗 你看天上的飞鸟 不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苍里 你们的天赋 况且养活他 何况是你们呢 那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神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 买树回来的儿女 因此你一下 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耶稣用宝血 换回来的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苦难中换回来的 我们人生是有苦难 苦难又怎么样呢 哪个人是没有经历苦难的 有的大 有的小 大小 因为神给人的苦难 不太一样 神又觉得这个人 他特别爱他 他就给他大苦难 你知道吗 这好像你说 不是你说的挺怪的 神又爱的人 应该给他钱嘛 给他权利嘛 给他地位嘛 不是的 神真正爱个人 他会给他苦难 因为人没有经历苦难 人就不知道他是谁 自己是谁 人不经历苦难 也不可能来认识 这位伟大的神 来到他的面前 当他经历苦难 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 人会变得谦卑 所以圣经说 苦难与我有益 让我知道你的律力 我们如果经历苦难 我们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我是经历苦难 认识耶稣的 我也是经历苦难 才开始读神的话的 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 才说的神的话 是极大的安慰 我读神的话就喜乐 我读十几的书 我都是忧愁 对不对 你在医院里边 医生说你活不几天了 什么书你能读得下去 你只能读圣经 我活不几天了 我走了要去哪 只有这本书告诉你 其他书都不告诉你 其他书告诉你找工作 活不几天你找工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他书告诉你 怎么学英文 我都活不了几天了 我学英文有关系的吗 天堂也不讲英文的 对不对 有关系吗 如果医生告诉你 你就活还有一年两年 你整个人生观都会改变 你一定觉得 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卷书最重要 信仰最重要 你们 这我深有体会吗 我来到美国 我在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 多好的大学 对不对 我们都进去了 只要你能够进入学校 就全额奖学金 没有一个掏学费的 哪有人掏学费 我在大学里工作 我在东亚系 哎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神奇啊 我第一次到我的office 还给我个办公室 我还有办公桌 我的老师 余英石先生 他在我的对面 我一进去开会 我一进我们的会议室 我看会议室上面写了两三字叫 壮司堂 知道这个意思 中国人起的名字 壮司堂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东亚系 没有 没有 教室不够 我们租了这个 租 花钱租 物理系的一个楼 你知道那个楼 那个壮司堂 旁边有一个铜牌 写着 爱因斯坦的办公室 哇 原来是物理系的 爱因斯坦原来 办公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办公 哎呀 就觉得自己 哇 了不得 站在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你知道吗 多好神气啊 一去开会去 你看爱因斯坦当年在这里 咱们也在这里 林斯坦也很特别 把这个流亡者都放在 爱因斯坦也是流亡者呀 是希特勒杀的 他跑到美国来 美国来接受了这个 伟大的科学家 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感谢主 所以当在那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骄傲了 骄傲了 结果一个疾病 我一进医院 医生告诉我 顶多活三年 他说我顶多活三年 那你要干什么 你就觉得这个 赵斯坦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普林斯坦大学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了 你开始接受 医生的医治 能活多久 你根本不在你的手里 那时就开始读圣经了 啥都不干了 就是读圣经 哇一读圣经就喜乐 一打开诗篇 每一篇好像都是给我写的 在苦难中 我们是有盼望的 你们 因为耶华是磐石 耶华是山寨 耶华是盾牌 耶华是力量 耶华是帮助 我们向山举目 我们的帮助 从创造天地的耶华而来 你们 因为祂掌管我们的生命 祂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久 祂不仅掌管我们的生命 祂也给我们永恒 在永恒中 我们来经历祂的同在 所以苦难 来临了 慢慢过去 你才知道 如果你一个人经历苦难 你没有走过去 这个苦难 就叫做咒诅 如果你经历苦难 你走过去 靠着爱你的神 走过去 这个苦难 就是祝福 因为祂是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成为你过去自我中心 现在以神为中心 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 今天变成一个谦卑的人 过去每一天把金钱 权力看作很重要 今天把它也看作视如愤土 所以保禄说 当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把世界的一切当作愤土 不是瞧不起 是当作愤土 权力是愤土 金钱是愤土 什么叫愤土 愤土就要离他远一点 愤土就臭的 所以一个人得了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 他有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上帝从来没有应许 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 就不会再有苦难 有人说 哎呀我信了主了 我就不会有苦难了 没有这事 没有这事 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花香常曼 人生都会经历苦难 基督徒经历苦难 看得跟世界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股票 股灾 那你基督徒也买了股票 你跌 你难道上帝就保守你不跌 让别人跌吗 不会的吗 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投资 你一定同样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比如天津 这个爆炸 如果基督徒在里边 那同样的生命会失去 同样的生命会失去 那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那天我看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 你们看过没有 有一个叫蔡淑娟的姐妹 我曾经到费城参观过他这个房间 很小的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江苏 他的爸爸是江苏巡抚 是清朝的江苏巡抚 生长的官宦家庭 他信主了 信主了以后 他得了一个怪病 眼睛就看不见了 而且浑身疼痛 所以他在那个暗室里边 不能见阳光 他不能见任何亮光 他的屋被关上 他在那里边生活了24年 这24年里边 他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他的生命影响了一代人 他没有灰心丧气 他更加的爱主 他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 这本书不仅在中国人里面 基督徒里面流传 美国的基督徒也非常喜欢这本书 你知道吗 著名的步道家葛培里 美国总统艾森豪尔 副总统尼克松 都写过介绍他这本书的文章 《暗示之后》 苦难是他生命完成的升华 苦难使他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我那天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 有一个传道人 一个姐妹叫刘霞 大家记得吗 她得了一个很怪的病 这疼痛 浑身疼痛 他骨头缝都痛 痛的是难以忍受的痛 不知道什么病 但是他的每一次他写出的文章 唱出的诗歌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这弟兄姊妹上帝没给我们苦难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在平安的环境里面度过 没有疾病 我们没有贫穷 好像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我觉得好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群人 不仅是指经济 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我们享受最好的空气 对不对 我们每人都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基督没有枕头的地方 我们住的房子都不错 而且有的很大 很大 即使不大 我们也住得很舒适的环境 我们尤其南加州 嘉南美丽 冬天没有雪 夏天没有雨 现在没雨 从而言之 我们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 我们应该喜乐地享受其中的平安 你们 所以基督应该感恩的 平安从哪里来呢 从信靠而来 耶稣说犯劳苦丹中难的 可以来到我的里面 在我里边得以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在马太文明第十一章 老虎丹中难的 我们就会放下重担 学习相信 学习交托 一个人当你把这生命交托给主 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真正平安和喜乐 我们也感谢主 所以弟兄怎么样 学习把重担交给神 当你遇到难处 你就祷告 祷告 把你的重担交给神 交给神 因为神顾念我们 耶稣基督 他爱他的儿女们 他愿意的儿女们 都有平安与喜乐 所以他把他的生命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了 就是让我们今天 有从他来的平安喜乐 我们在今天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里面 我们特别需要神的祝福 需要神的同在 与我们同在 我们第三点 今天我们看到 平安就是交托 交托 从交托而来 保罗在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 应当义无挂虑 应当义无挂虑 凡事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他告诉我们义无挂虑 他说我们挂虑很多 他告诉我们学习交托 他说我们都不舍得交托 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 他所有的担子还自己背 刚才耶稣说 老苦当中的来到我的面前 我必使你们得以安息 我们哪个人不是劳苦 担中担的 我们都是担中担的人 尤其做父母的 做家长的 我们这第一代的移民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 未知的压力 我们要解决身份 我相信在座的 我们很多的身份 还没有解决的 我们就筹啊 没有身份不要筹 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是天国的身份 你们 那个最重要 天 因为你美国的绿卡也好 这个公民也好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就没了 可是天国那个公民 你要没有 你很危险 那个是最重要的 来到美国拿绿卡的时候 我一点高兴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高兴 我记得那天 我去纽质西的移民局 纽瓦克 我去了 我去到这儿去拿我的绿卡 我一去 人家移民的关于看 是我的名字 就说你等一等 就立刻又来了一个警察 就把我带到了八楼 八楼一打开 是人家移民局的局长的office 移民局长要请我喝杯咖啡 要跟我照一个相 要亲自把绿卡给我 还不是通过别人 就这么大 根本就不是绿卡 是个粉卡 粉色的 就这么大点 他这样拿着 照一个相 请我喝杯咖啡 我拿到这绿卡 这很荣耀的事情啊 别人怎么排队啊 等啊 不给啊 对不对 我这个人主动给我 他喝杯咖啡 我就下了楼了 当我下楼走到墙角 我一看那小绿卡 我就哭了 我就说我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呢 我为什么来到美国呢 很多人都喜欢来美国 我是不喜欢来美国的 我是逃出来的 没办法 来到这儿我是没办法 拿这个东西 没有这东西 我没办法开车 没驾照 你知道吗 我必须有这么个东西 拿着 很无奈 很无奈 我多少年了 我都不申请这个公民 我在美国都已经 我五年绿卡 五年我就可以申请公民 我九一年来美国 九六年我就可以申请公民 我一直都不需要申请它 我到哪都麻烦 你知道吗 我们拿一个什么护照呢 叫难民旅行证 你们都没见过白皮的 或者叫白皮书 没有国家 就是美国绿卡 根本就不是 美国就是你居住权 那个难民旅行证 没有国家 是联合国发 你到哪里去 哪个国家都不喜欢你 怕你留在这儿不走 知道吗 然后呢 一年 它的限期只有一年 就得换 你用七八个月 就没有六个月了 你就得还得换 老去弄了个麻烦 后来我做了传道人 有一天赵天牧师说 伯利亚 你申请美国公民吧 我说申请公民干嘛 我不想做美国公民 哎呀 他说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了 地上都不重要了 你有这些公民 你出去宣教 不很方便吗 哪里呀 你去讲道 立刻就飞走了吗 你这个签证麻烦死了 你知道吗 哎 我就在申请公民 我申请儿人 你都复习呀 复习什么总统是谁呀 这个什么 这个议长是谁呀 什么这个 加州的什么 这个参议员是谁呀 你们知加州参议员是谁吗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考你们都过不了 都复习 我也不复习的 我也不太复习的 我到那了 旁边更有意思 我旁边一个老人家 人家说美国总统是谁 他说华盛顿 后来那个移民官看看他说 哦 你知道 那是第一任总统 现在的总统 他说现在总统不什么顿 我也就忘了 后来说 哦 克林顿 什么顿 问我的时候 我还没能答理 他说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就往下话 知道了 知道了 pass 恭喜 这么简单 让我写两句英文 英文写得太简单了 我虽然英文不好 我也会写 My car is blue 利布罗三级的词 这就是给我这么两句英文 我就过了 你看到没有 然后主动 更快就类似 公民就给我了 我跟你讲 弟兄姊妹 如果你拿到地上的公民 那么喜悦 你要相信有一天 在天上的公民那个身份 你该何等地喜悦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作废了 全作废了 你到天堂 哎 怎么看 没有你啊 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信靠这位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把重担交给他 在生命中活出见证 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 我们自己还背负重担 我们不只不懂得交托 有一故事说 有一个人 这个 挑着担子走路 走得很重 呼呼之船 过了一个马车 一看他就停下来了 说 哎 你就把担子放在我车上吧 坐在我车上 我载你一段 他就上车了 上车了 赶车的人 还听到呼呼的喘息声 他一回头 这个人虽然坐在车上 担子还挑在肩上 你觉得这人好愚蠢 可是这人就是我们呢 我们不信主了吗 我们不有耶稣基督吗 我们不是基督徒吗 可是我们还自己背着担子 我们就觉得 好像我们信了耶稣 把耶稣一放着就没什么事 没大什么事了 什么还让我们自己来 对不对 我们的金钱我们自己管理 我们的夫妻关于 我们自己来管理 我们的儿女 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教导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要交托 凡事交托 都交给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说 你要义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你看祷告 那我们遇到难受怎么办呢 首先保罗教导他们 祷告 祷告 遇到任何事情都祷告 祷告其实很简单 没那么辅导的 就是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 你们 把你的忧虑告诉神 把你的重担告诉神 祂就赐给你平安了 你看我当年有病的时候 我缺个肾 我就天天祷告 主啊给我个肾 主啊给我个肾 这就祷告嘛 我那时候就读了一段经文 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跟他说 后来有位老基督说 你这不合神的心意 你不能这么祷告 你太自私 你这时候主啊给我肾 就是主啊死个人 不能这么祷告 那我说我怎么祷告 他说你要求主更好的 医治你的肾 咱们不要别人的肾 就要自己的肾 原装的 求他医治你 那这是信心的 你们 因为换肾是医学上很正常的 可是神能医治我们的肾吗 哪个医生都会告诉你说 你的肾脏坏了 就不会再好了 你的硬化了 就不会再软化 因为肾是不会恢复的 我告诉你 我就恢复了 你们 感谢主 我告诉你 我的父亲 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得了一个病 叫脾大肝硬化 他的肾是硬化 医生说也不能恢复了 硬化就硬化了 对不对 脾还大 那时候是60年 60年什么时候 正是挨饿的时候 60 61 62 三年自然灾害 挨饿的时候 肾是需要营养的 都吃不饱饭 然后到北京做手术 我爸爸给我讲一个 他们的笑话 到北京了 他跟县委书记 两个领导 一起去北京 县委书记陪着我爸去北京 除了一个是老同志 老战友 还有一个 没去过北京 一个小县城 能到北京看看 借着老张生病 这是个机会 你知道吗 人家工地给报销机票 火车票 到了北京 两个人就 就奔北京饭店去了 看到那个大饭店 说是北京饭店的 从来没进过 我说到北京 就应该住北京饭店 不懂啊 那个门是钻门 钻了好久都没进去 进去出来 进去出来 他两个说 这怎么搞 这门怎么 进不去呢 北京饭店 那不是轻易进的 后来看着别人进 跟着别人 哎 终于进去了 进去了 到了餐厅 没有钱吧 哇 这东西这么贵 很贵 那外宾吃饭 哇 看到一个外宾 吃完走了 扔了半桌饭 他俩坐在那了 说这不能浪费呀 毛利说贪污浪费 极大的饭醉 拿着鸡腿就啃 就吃 一边回来 还给县委领导 做报告说 我们到那儿 为咱们 省了多少钱 知道吗 每天到北京饭店去吃 但是没有花过一分钱 丢人不丢人 你说那一代 那一代干部 真的清贫啊 所以他们今天 看到今天的腐败 他们能高兴吗 天下他们打下来的 那么清贫 然后做了手术 皮一大 一个苏联大夫 给我爹做的手术 皮全宅出 切掉 肝切掉四分之一 医生说 你顶多活五年 你还得营养够 你还不能工作 还得养 你顶多活五年 他说对了 那个同期手术的六个人 五年之内全死光 就剩我爹一个 所以那医院叫 中苏有医院 现在叫有医院 这有医院呢 就不断地 每一年都给我爹 来一份调查报告 所有的指标去检查 然后填好 寄给他们 他们在追踪这个人 为什么活这么久 还没有离开这世界 我爹今天读到案记得吗 九十三岁 还活着呢 哈利路亚 你看这个肝 上帝造的再生了 他的肝全恢复了 好像比我肝都好 你知道吗 每天还喝酒 九十多岁 每天晚上得喝点 喝二两 还要吃红烧肉 不吃红烧肉就不高兴 我那天打电话 我说最近怎么样 也很好 他说全家都吃不过我一个 我吃饭能吃一二大碗 他们就这么一小碗半碗 全家的煮的饭 我能吃一半 而每天还得吃红烧肉 我说你少吃点肉 我这么大年纪了 多吃点青菜 他说什么 我都九十三了 我为什么要少吃点肉呢 我觉得人家到九十多岁吃什么就自由了 咱们今天吃什么胆固醇高 人家胆固醇不高啊 为什么人不吃呢 当然吃啊 那天给我打电话 有天打电话 他说这个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这两天忙什么的 我说我刚从医院回来 生病 我说没病 洗牙齿 洗什么牙齿啊 我都九十多岁了 一辈子没洗过牙 一个牙都没掉 你这个好儿牙都给医生都给你抠松了 你去干嘛去 就把我续一通 你看 神的恩典 九十多岁 前几年 三年前 生病了 我打电话家里 有天我一打电话 终于家里有人接了 他说也病了 我说现在住院 他说不住了 我说他不住呢 我说电话给我 我跟他说 怎么说都不住 全人浮肿 尿毒症了 全人浮肿 我说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他说哎呀 我都快九十了 可以了 活着一个年龄 行了 也新竹了 八十岁受洗的 我也该走了 我说那你 那你要走之前 想不想见到你儿子啊 就我呀 他说当然了 那有用吗 你也回不来 到天上再见 我说我明年就能回去 但是我是说谎了 我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回去 但我希望 我看他什么反应 他说真假的 我说真的 他告诉我三个儿 刚结果叫救护车 我要去医院 老四明年就回来了 我得见呢 你看就进医院了 进医院了 住院两个月 好了 又出院了 现在又活了三年 你看到没有 所以人需要有盼望的 你们 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怎么样住院 很好很好 我那层病房啊 一层病房就我一个人 我说就你一个人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级别的 我这个年龄都死光了 没了 感谢主 救我一个 可好了 我说那个医疗费呢 感谢主 政府都报销了 感谢主 政府报销也感谢主 因为保罗说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什么 感谢 我们感谢主 凡是都要感谢主 那么将我们所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你的想象之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边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在今天一个财富急剧增长 的一个时代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人的恐惧却越来越多 人的恐惧没有减少 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把自己交托给神 否则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面对着危险和事态 在2009年 美国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好多的亿万富翁死掉 自杀 其中两个著名的亿万富翁 2009年自杀 你看 一个叫做史蒂文古德 美国地产大亨 还有多少钱呢 95亿 在2009年1月5号早晨 他在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 身亡 他当年52岁 还有一个是德国的亿万富翁 叫阿道夫莫尔克 他因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受损自杀 他当时在全球富翁排行榜列94位 在德国列第五位自杀 自杀率相当高 在日本 这个国家是个福利起乎最好的国家 最好的国家 每一年自杀达到三万到四万人 平均每一天约有一百个人自杀 所以你看到一个现代的社会给人的压力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中国人比较好 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初始哲学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心里何等的喜乐 因为我们有这位神 祂的应许何等的宝贵 所以保罗说 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需要的告诉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交托 我们才能够不忧虑 你又怎么忧虑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生命交给主 也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主 甚至把你所爱的这个国家交给主 我相信神要通过苦难改变中国 你们通过苦难改变人心 通过苦难改变我们自己 苦难并不是坏事 所以在苦难中 如果我们胜过苦难 我们就有了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 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 我们在为天经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希望我们能够活入平安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来影响 每个没有平安的人 今天当你听了这个信息 你听了神的话 神的平安要临到你 不管你的身份 还是你的工作 还是你的婚姻家庭 还是你的儿女 还是你前面所未知的道路 主都知道 主都保守 你们 这样我们学习交托 义无挂虑 凡人就祷告祈求 把我们需要的告诉耶稣基督 神就赐给我们平安 在基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一面 哈利路亚 我们来请敬拜团 来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歌唱这首诗歌 彧的字幕皆さん 再来一遍 这世界 这世界 虽然有苦难 主耶稣 是比方的晚 祂要给我 祂要给我庭爱 远远永留 不断 耶稣 耶稣 给我庭爱 耶稣 对我真的庭爱 神 神 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 不断 耶稣 给我庭爱 这世界 虽然有苦难 主耶稣 是比方的晚 祂要给我 祂要给我平安 远远永留 不断 好 弟兄们来唱 这世界 虽然有苦难 主耶稣 是比方的晚 祂要给我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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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在我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哦 耶稣 给我平安 好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流了保血 将平安赐给我们 就像圣经所说的 因你的边山我们得医治 因你的刑法我们得平安 主啊 让这个平安从天而降 临到我们的生命 临到我们的家庭 临到我们的儿女 临到我们前面的道路 哈利路亚 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每一天在你的平安中来生活 靠着你喜乐 耶稣 我们也把每个 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交给你 让今天你的平安就临到他们 赐给他们属天的祝福 哈利路亚 我们这里有没有没信主的 弟兄姊妹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说 主耶稣 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我要接受你的平安 与我同在 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还有没有有一位弟兄 还有一位弟兄 还有没有 赞美耶稣 还有没有 感谢主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还有没有 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让他的平安临到你 还有一位小姐妹 感谢主 还有没有 还有一位弟兄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好我们再唱诗歌 我请你们到前面来 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 到前面来 为你们做一个祷告 耶稣 耶稣 给你平安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还有没有 人生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好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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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平安 还有没有 没有 来到前面来 不要聚聚耶稣的爱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哈利路亚 又一位姐妹 来到主耶稣的面 欢迎你 上帝爱你 还有没有 还有哪位在今天 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助 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好我们来祷告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举起手 为他们祝福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 我谢谢你 今天拣选这六位弟兄姐妹 成为你的儿女 主耶稣你的祝福 就临到他们 将你数天的平安 就赐给他们 在他们美国的每一天 都深深地 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的能力 经历你的引导 经历你的得胜 哈利路亚 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 圣灵来充满他们 引导他们 让他们一生一世 因着夜华欢呼喜乐 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 靠着主耶稣得胜 胜过苦难 胜过环境 胜过艰难 主必引导他们得胜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来 你们去跟Sara走一下 到Sara那去一下 去一下 她要登下记 好 我们弟兄准备请坐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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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